這邊機櫃好幾個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 要解決的方向 站在大型AI機櫃前合影 核碩集團董事長童子賢 親自開箱企業總部 首度亮相的AI伺服器 更同步展出和揮達合作的最新方案 核碩現在的幹部 很多都是從個人電腦 主機板 板卡 繪圖卡 還有筆電年代培養出來的 所以分別跟AMD 跟Intel 跟NVIDIA 他們本來就有很熟的關係 那這個人脈關係 可能可以回溯二三十年這樣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應該是吃得到飯 展出伺服器內部的零組件 分別和揮達AMD合作 瞄準AI趨勢 身為全球電子製造代工大廠的核碩 也要急起直追 開創新局 但外界認為現在才起步 布局腳步恐怕太慢 現在也不夠剛起步 不要緊張 當這個趨勢趨向成熟的時候 市場自大 非一家所能獨享 如果真的有只有一家 在獨享在做 保證那個市場撐不久做不大 莫有十足信心 同此前強調 早就準備好AI軍備武器 更不忘透露 接下來已經有客戶在商談 相關訂單 美國說實在的除了我們非常尊敬的 大的CSP之外 還有一些中小型的CSP 我們正在做 它對我們現在等一下展示 裡面展示的NGX的這個產品線 也就是NVIDIA的產品線 以及我們一些computing storage 都有興趣 何說預估未來出貨伺服器中 氣冷方案將佔七成最高 而易冷也有三成 積極搶食AI伺服器 拘酒大餅 靜心網站的朋友蔡玉如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